海飞 你藏哪儿了 真要抓到你这个小妖精 小妖精 给我出来 快出来 真要抓到你 真要打你 看来娘娘 不会用刀 要知道用手去碰刀刃的话 可能连同手掌都没了 既然选不了我爱的 就选一个爱我的 杀了他 杀了他 我就是 杀了他 最后 救皇子 尊苏昭歌为太后 苏语荣生人相 苏相当是第一奸臣 苏后当是第一妖妃 苏氏堪称只手遮天 权倾朝野 听说和尚书家的小公子为我上吊了 闹了一整天 所以他死了吗 还生一口气 就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当是那和尚说 脑袋开了瓢人都糊涂了 圣上 你要替臣做主 做主啊 你要替臣做主啊 圣上 不嘴俩半死不活地在家躺着 和夫人气急败坏 破口大妈太后您 有意思 哎呦 坏就坏在那个和夫人 是京城出了名的大喇叭 如果放任她出去胡说八道 对太后您的名声有损 无妨 白净的脸 长洁安静似鸭语 姿色不错 就是太乖了 我不大喜欢 哀家的名声 哪里还有更坏的余地 哦 那倒也是 再说了 我坑了人家的丈夫和儿子 他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 那我两句出出气 可是理解 可是那分 你说 对吗 风中一冷酒 太后 你也太不注意自己的凤体了 不如 赏给小人 这些衣了 谁让太后 喜欢穿白衣呢 好看吗 一层层脱起来 更好看 皇上驾到 你来的还挺快 货比货 货得扔呢 恭请太后回宫 不回 回去对你没好处啊 哀家 人微严重 回宫以后 要是把皇上五年前 为了稳固皇后 踏上了 踏上了 哀家绣床的事情 给等 不去了 太后不胜酒力 已然喝多了 你们跟我下去 苏兽庄哥 你别敬酒不止吃法酒 哀家就喜欢吃法酒 你能把我怎么办 你这个老心狗飞的东西 真是 再有一个臣子 在这面前告诺 真居不顾心 我 真是 生质 世华呀 哀家不在 你要替哀家 照顾好你的弟弟们 等哀家回来 太后 真的不能带 小人们一起吗 你也看见了 皇上的动心有多重 太后 心也深行啊 世华 太后 世华 太后 来不及了 太后 世华 太后 世华 太后 启程了吗 她 太后由御灵军护送 此刻已行至朱雀大街 那就把永乐宫给朕拆了 如果朕还能找到一块完整的砖瓦 朕就与你试 是 属下遵命 大家快来评评礼呀 苏昭哥这个天空 他不知连织 都赢我儿子 我儿子 他骂了一生五 他怎么配当太后 这个贱人怎么配当太后啊 大家评评礼呀 上海 你可贱 剑壁 猖 狐狸精 毫无信 后来 我爱过的每一个人 说了这么多 还不如前年大学是夫人夸挨家的那句 玉雕马鞍子来的有趣 既然交不好儿子 不如有空多多读书吧 夫人 你太后 太后 太后你带我走 我不想去别人 你怎么在这 随便 回去 你回去 你给我回去呀 别碰我 死不死 是你这个仓妇 你如今这个丑样子可入不了艾家的眼 回去听你父母的话去个亲 说不定 艾家看你还顺眼一些 我去 我去 我听太后的 是听你父母的话 我听我父母的 小丁 你看他 现在乖一点是不是可爱多了 我这辈子就已经造了什么孽 居然生出你这样的儿子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好 我会关他 太后 太后 这个贱妇 毒妇 你不得好死 小丁 怎么了 太后 是真的如同传闻一样 第一次请来 就让我们老的 真不如皇后娘的体育 太后刚回宫 许是不懂宫中规矩 宫中女子某时沉醒 害时昏定 太后四时方才沉醒 这不符合宫中规矩 皇后的寝宫是连着大海吗 连艾家的成婚定寝都回你馆 要不要艾家 给你请啊 跪下 皇后同皇上新婚燕儿 婚后可还和谐 要不要艾家 教教你啊 无耻 本宫才是六宫之主 你想纠战雀朝 做人家的长辈 也要看看你自己 有没有这个本事 那自然是没有的 艾家不比皇后 生来就是太师贵女 艾家能当上皇后 全凭自己努力 为此 不惜杀死了自己亲生的孩子 想想就痛心 我为何从未天然提起过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死了 信不信有你 或者 你也生个孩子试试 看看他能活到几岁 以后艾家在的时候 不准打扮这么隆重 艾家不喜欢有人 比我还要耀眼多么 萧植派你来打压艾家的时候 你跟你说清楚 臣妾身体不适 先先告退了 神血也先告退了 你吓唬他们干嘛 对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生过孩子 确实 老皇帝还不配 我给他生孩子 我吓唬他们 也是为了一劳有益 省得以后 我这里再近人的时候 有人推三足四 有人 这个人 是皇后 还是皇上啊 你以为 今日没有消职的授意 皇后敢对我如此放肆 太后在朝中一手遮天 后宫这点弹丸之地 她不屑于你这 那陛下为何 要臣妾去 这是为了让你 见识见识太后的行事作法 毕竟以后在一个宫里住 你得敬人 爱他 这就是为了女孩 咱们皇上还真是个大孝子 还有三日 是台师大人的生辰 你回家住警 不必担心 不孝 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觉得皇上 还是很在乎您的 确实有消息 但不 太后 昨日在朱雀街 看到的那个人找到了 叫谢卿尘 满朝文我哀家挑了个遍 怎么之前没发现 他找了 哦 关于小谢大人 还有一件趋势 空中的青青啊 提起你这青青残花败 楚过之而无不及呀 哈哈哈哈 有句话向来不喜欢说 但是用在此处 是应当的 小谢大人 有话直说无妨 花叶字妖艺 若是那彩花之人不守欠 又何来 结不结一首 青青是我的小字 众所周知 长曼的日子里面 总算来了一条火 皇上 走错地儿了吧 怎么 皇上是想顾忌成师五年前的戏吗 这老皇帝已经死了 妹妹 你不如服侍一个新皇帝 他们不配做你的对手 以后我陪你玩 九皇子 既然是来谈判的 总要有点手段才行 请娘娘赐救 来我这里毛遂自荐的美男子 穿的 可都比你少 欺负过你的人 我帮你少 我帮你少 我我看得到freicides 你也不股 我帮你少 外出生 却贵过你的人 你不如服侍一个真实 我 你也不股 我们 你也不股 自我 就 你也不股 我心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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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正好 施华不在身边 哀家甚是空击 皇上 肯有事禀报 正是明日在议 还先早些回去吧 是 臣告退 见过太后 太后记性 小谢大人也在 不如一起 哀家最喜欢热闹 太后爱说戏 微臣 冷藏 还不走 开上了 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问皇上 您做皇子时 韬光养晦 不靠我 一样能登上皇位 可以 除宁相 宿朝堂 那又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朕试醉了 但是没有随意到要跟你谈心的地步 套话不成 这就尴尬了 行了 找别人行酒去吧 我就不奉陪了 放过何几年一家 否则朕也保不住你 皇上说晚了 因为你父母的关系 你才不能拦肩在一起 太后不是又睡了吗 见到了小谢大人 突然就不困了 你想法子 把施华接过来 今天是我的忌日 我要庆祝一下 纵御老得快 言之有理 听说何大人 死状凄惨 死前高呼 独父害我 有父皇恩 臣还听说 他的儿子 何小公子 笑嘻嘻的 手里绑着一只钗 这只钗好像是 臣还听说 苏太后在后宫 还 还欺压重嫔妃们 对对对 既然钟爱卿 如此舍不得何大人 那就一起下去陪他 风火戏诸侯 你都听了几百遍了 你不厌烦吗 怎么会厌烦 阿家最喜欢看人倒霉 那日臣妾身体不适 没能去给太后请了 来人赐作 拿回去 阿家从不戴手镯 太后是不喜欢 这金手镯吗 臣妾那儿 还有上好的杨之音 贵妃既然 这么不喜欢做 那就去后面跪着 跪着陪阿家听喜 你 小丁啊 我好久没这么女子 我都快被我自己感动了 你看 他们把一个美丽的女子 关进了金雀炉 折了她的翅膀 剥夺了她的一切 凉了她的血 然后问她为什么不爱笑了 看 那个主宰了她命运的男人 将烽火点燃了三千里 然后问她 你还想要谁 那别看了吧 怎么了 还没看完呢 别看了吧 我们回去 行 就到这儿吧 包四开始笑了 欺负过她的那些人 就该哭了 天晴晴晴晴晴晴 江山 昏泪 一梦 前朝关于哀家 构陷忠良的骂声 此起彼伏 皇上还有闲心 来后宫陪哀家听戏 亦或是 来看他们呢 何家家破人亡 你高兴吗 尚是高兴 宋赵哥 就是个疯子 皇上 怎么了 臣妾也是一番好意 为太后献领 也不知怎的 就把太后得罪了 没忍住 贵妃你继续演 不是 继续说 皇上 为什么总有人这么天真 以为可以通过挑战 哀家的极限 来彰显自己的独得恩宠 与与众不同 咱们小礼进宫前 不打听哀家的喜好 视为蠢 打听了 仍当众戳哀家的肺管子 视为患 又蠢又患 还其貌不扬 这都能被封为贵妃 一定是出于皇上 对她的真爱吧 肯定跟贵妃出自将军府 没有关系 太后说的 是真的吗 太后身体不适 安息会招母宫修养 没有真的允许 我闭嘴 是你敢 看这么敢 我敢 对不起我走 你欺负我 你帮着外人一起欺负我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别哭了 你有什么我都给你 我想要的公司 我永远也得不到 对不起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对不起 我念着你 三生时刻 奈何桥边过 看月色长夜 与你悄悄作作 一道 同圣上猜测的一样 有朝臣私下密谋 处决太后 清军策 以后他的所有饮食 必须失职 所有进出之人 必须排长 发现可疑的人 杀无事 是 皇上 奴婢在这里守着就好 你还是先回去吧 从前就想问 小弟 你是子慕将军的 是 奴婢曾经是 子慕将军的侍女 同将军一起长大 情同兄妹 子慕将军 是先皇四十年的五炭花 那年科举人才辈出 她是其中最年轻的 当时打马游街 众人争相一睹 起风采 生生把壮眼 绑眼压过一头 难为皇上还记得 朕当时年幼 不曾与他亲近 只是远远地看过他 也曾仰慕过他的少年义气 铁骨正正 我家将军光明磊落 自幼立下宏愿 要报效家骨 他曾经说过最理想的死法 就是为国捐躯 他脾气好 又爱笑 没有人会不喜欢他 清清 你醒了 清清 做得我好 作业的酒还没醒 是有点醉 做我的皇后 你惨了 你还上我 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清清 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给我把谢清晨送过来 你喜欢他 他会做画 你怎么知道 才的 太后禁足招木工 禁私已过 宣谢清晨 皇上让臣 来陪太后抄京 别听他胡说 哀家不信服 小谢大人 可会做画 你有眼疾如何画我 因为清清的模样 早已经牢记在 子墨的心里 太后 怎么了 小谢大人 很像挨家的一位故人 这位故人 对太后而言 重要吗 难道没有人 告诉小谢大人 在宫中知道的太多 可是要被灭口的呢 臣失言了 太后请 你怎知挨家年轻时 是什么模样 太后 你可喜欢 小丁 快 表起来 艾家喜欢极了 丁姑姑 这是怎么了 更年期 由着她去 早晚把她嫁出去 说说你吧 小谢大人 今年几岁了 有二十了吗 太后圣明 二十啊 重视人生 最好的年号 太后 你也很年轻 艾家知道 都是用钱砸出来的 太后 你为什么总是 目不存心地望着陈 小谢大人 难道不知 艾家 最喜欢 每少年 苏显家 苏显家 苏显哥 原来你也会真心地笑 太后 太后喜欢吗 小谢大人 这画 画得越法好了 哪里 哪里 微尘画的 还不仅太后的三分之一 你上了吗 你上了吗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待下去 走 下招了吧 送小谢大人 这宫里不太平 请 小谢大人的话 很像 下次再画一次吧 谢太后 你伤着那儿吧 我没事 倒是小谢大人护驾有功 皇上可别忘了赏他 喜欢上他了 你难道不知道 此刻是谢卿尘放起来的吗 小谢大人这一走 短时间内不能来陪哀家了 奴后奸相 他 他怎么如此没有礼貌 他向来如此没礼貌呀 就跟哥哥府上的管家 在街上抢抢名女 打死人家的丈夫和孩子 是一样的 妹妹 太后 苏相 恒行霸道也要有个度不是 你当萧直是死人 我 那名女子如何 杀了 人无法灭口啊 他家中还有何人 剩一个瞎眼婆婆 我都不知事 将老人家养老送终 前你出 另外 把她的丈夫和孩子 移到后葬了 即使这样 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一时半会儿 也难以平息啊 所以今天回去以后 把你的管家拉到菜市口 斩首失重 这刘管家在咱们家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不是 既然苏相如此哀残 那就 替他去死吧 太后 我知道你怎么做了 滚 看来埃家这毒后的人设 立得不错 他竟然如此怕我 若不是太后当靠山 苏相及其党羽 也敢如此嚣张 说得对 最该死的那个人 其实是我 小丁 我如今已经 三十岁 苟且偷生十彩 你看我是不是老了 我是该去死一死了 再等下去 我怕我真的老 不好看 到了那边 大概认不出 青春永住又如何 你早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 你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就算他还活着 也一定不愿认你 妹妹 妹妹 我的亲妹妹 这次你可要帮帮哥哥我啊 阿弥陀佛 四大皆苦 我土摧尾 五婴无我 四大苦苦 你不是从来不信佛的吗 看见你就开始信了 妹妹 心事恶缘 行为最损 以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妹妹 五婴无我 国土摧尾 秦妹妹 四大皆空 五婴无我 生灭便宜 虚伪无主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阿弥陀佛 自作孽不可活 该 消灭了我哥为首的朝堂毒瘤 下一个是不是就该轮到我了 把鱼字吐出来 你不是周幽王 你是明君 把鱼字吐出来 含在嘴里是什么 你也不是包四 包四哪有我好看 皇上今晚 翻了谁的牌子 如果我早出生是你 愿意跟我走吗 人生哪有如果 如果我晚上是 我可能愿意 是不是很想 小谢大人 要一起用午膳吗 好呀 皇上 别忘了 我儿子们可能是不 一切都是 妖妇 苏昭哥的阴谋 求皇上 为我何时一门 助持公道啊 何夫人说何大人冤枉 是冤枉他贪污赈灾银两十万 还是冤枉他 强抢民女送给警 银拉了失礼 然而家父为官清廉 绝无此事 一定有人 朝不理解 皇上 这苏昭哥在前朝 就因貌美得宠 为非作戴 正如那打击祸国 害了不少忠良之臣 皇上 可千万不要被他蒙骗 各位乡亲百姓们 为我说说话呀 千万不要让皇上 被那妖后蒙蔽 国家威仪 请皇上 朱砂阳后 以保天下太平 朱砂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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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他久后容易乱信 你确定你要留在这儿 朱砂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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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不喝了 以后谢卿尘给的酒 我都不喝了 什么时候天下兴亡这种罪名 强加在一个女子身上 这偏要为她正义 这偏要为她为后 您若是一意孤行 恐怕这江山难保啊 千秋大义 儿女清长 朕都要 皇上滚开 皇上 肖植下令 奸臣苏家全家满门抄斩 现在是树倒狐孙散 众大臣纷纷上书 让肖植杀了你这个毒后 可是肖植却要立你为皇后 大家都觉得她有病 我也觉得她有病 苏赵哥我就是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病入膏肓 好 乖乖乖 你有病你有病 咱不闹了啊 苏赵哥你这个疯医人 到底我怎么做才好 床上的话 说说就算了 你居然还动真格的 还 remains 还是 邂逅 字一 忘了 还 知道 知道 所以 因为 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谢大人 越发瞧着像石化了 你回去吧 明天别再来 我不知道你和少将军是什么关系 你模仿少将军刻意接近苏昭哥 就算给你找到机会在酒里下毒 苏昭哥不应该死在你身上 你不能 因为她是少将军最爱的女人 最爱的人 她也配 她根本不配兄长对她的爱 紫环 你是紫环 我早该想到她 哥哥 这画的是谁啊 这是你嫂子 好看吗 真好看 我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 有个医术高超的大夫 生了一儿一女 开了一间小医馆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女儿长到十七岁 容貌 倾国倾城 这家人 姓苏 那一年 苏夫人的雇友 带着孩子进京求医 借助在了苏家 苏家的小女儿 小明换作青青 眼瞎啊你 走路都不看到的 不愧是大夫的女儿 一眼便能看出来 在下的确演技 柔和的剧 模糊中心的泪滨 重现那段雨来不及 再也不能 看你含笑样子 姑娘 你为何会心转意 又太方思念心 你脾气这么差 能嫁得出去吗 如果嫁不出去的话 做我的状怨夫人可好 你会让我 沉眠流连过你 我可以摸摸你的脸吗 你别误会啊 我家小婷经常说你美 我就想知道 你是不是我以为妆 那么美 你才美 你全家都美 你这样的 不适合当妆 适合当个碳花 碳花 总是近视中 最好看的人 那我就当个碳花吧 小丁 我长得像碳花狼吗 公子不是要考状元吗 有人说我长得像碳花狼 碳花也挺好 一样可以上阵沙地 保家为国 是赵哥说的吧 十九岁那年 这家人 给青青和少年定了婚事 可是就在同年 北边战士响起 战士悲起 这一仗 不知道要打多久 公子 你带我一起吧 你第一次上战场 刀枪无影 小丁从小习武 为的就是关键时刻 能保住公子的性命 你留下 我的命 一半在战场 一半在这里 你若真要护我 就替我照顾好赵哥 等我回来 公子 青青每天提心吊胆地 在家等啊等 只能和我斗嘴 拿发时间 仗打了一年 大魏大获全胜 少年因此还得了 怀远的一品将曲 青青一如既往地 在街角等她 那天去的 还有先皇 这位美人士 白子牧将军的未婚妻 未婚妻 那就是还未过门 先皇他有滔天的权势 他想要什么 他就必须得到什么 把他俩拆散不就完了 怎么 很麻烦吗 圣上看上的 那是他的荣幸 皇上不要着急 仍微臣想一想 都是这女子的错 明知自己长得美 还跑出来接人 这不成心 给活添堵吗 对 这些女人 这些女人 就是不减点 活该 给人惦记 朕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朕要那个女人 死也要死在朕的宫 这四人事后都得到了 省钱飞黄腾达 这四个人分别是 已故的前大理寺清如城 已故的前右锋将军 领衍 已故的前刑部尚书 赵天帆 还有最可恨的 出谋划策职 是礼部尚书和谦言 放开我的女儿 放开我的女儿 放开她 放开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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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玉林军将亲戚 从父父带走 苏家父母一位护女 被玉林军打死 少将军血气 你轻轻一吻情深 怎能愿意 那日他提枪杀至玉林军 要带亲戚回家 去被易走来 玉林军为公 你动若一身风雪 远光为你轻柔 我曾不愿 我陪着你 把命运寄我 是我一小小微的梦 迷人将她叫杀 一人将她叫杀 若死我会 乃世重复如何 记得我 隔着一道宫墙 轻轻轻被先皇 绑在秦宫里 先皇骗了 小鸡子 只要你从了朕 朕就保证 让你跟你的家人 一生都有 想不尽的融化 并且保证 让你的心上 性命无忧 如何呀 来两声狗叫 我太不愿 我陪着你把命运寄我 轻轻忍痛连道 只求那个恶魔 可以放过少将军 只是轻轻还不知道 他的为何死 他不知道他心爱的少年 没有堂堂正正地 死在战场上 而是死在了 一命的狠气准 那条玉阶的血 工人们清洗了 整整三天 洗干净 那畜生不能忍到 却一直折磨着清清 可是清清一直忍耐着 想等着少将军回来 直到一年之后 我进了宫 他才得知真相 那之后他死过一次 他一直都说 那天是他的忌日 后来 他想哄 他要用自己 换滔天的权势 因为只有权势 才可以解他心痛之痕 十五年 他面目全非 越陷越深 他把自己困在这幅 还可以蠢气地躯壳 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的仇人 何金铭 是最后一个 他一天天守着狮子 早就不想活 他在宫里沉浸 十五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你以为你的那点把戏 他当真看不出来 他从小随负行医 连我这个半吊子 跟了他十几年 都知道你在酒里下了毒 你猜他为什么赵和波 他一直在等一个人给他解脱 但是那个人不应该是你 紫怀 你走吧 为了少将军 好好地活下去 哥哥说的没错 嫂子 真美 别装睡了 起来吧 起来 我陪你喝一杯 别了 苏赵哥 除了我 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有资格 陪你一起死 你帮我记着他吧 记着我们俩 辛苦你了 你是不是爱上萧植了 苏赵哥 你就是动摇了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 你爱我家少将军多一些 还是爱萧植多一些 是不是 你回答我呀 你是不是 爱他也没事 你已经报仇了 你现在可以做自己 别提什么爱不爱的 没记 没记 我 没记 我做不回我自己了 我的存在 只会让仲成把矛头指向消止 我已经害了子墨 我不能 也不可以 再让消止再写入万千不复了 没有我这个所谓的软肋 他才可以索相批评 你是什么身份立场 消止他是什么身份立场 你们就算一起殉情了 史书造册 你们都写不到一张纸上去 我求你了 清清 你不用为他做什么 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清清 来人 清清 我求你了 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清清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清清 清清 我求你了 清清 放开我 你 清清 宋赵哥 你们放开我 清清 皇上 皇上 在民间啊 人们会在点燈灯笼之前 在灯笼上写下自己的愿望 只要能和心爱之人一起将灯笼放入天空 写下的愿望就会实现 臣妾已经在灯笼上写下自己的愿望 就等同皇上一起放飞 愿望 明言吗 当然啦 皇上这是答应啦 都是些民间传说 无极致的 退下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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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之你 今晚归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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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十五岁 你就站在这儿 发着呆 原来你这么早就开始喜欢我了 让我回忆一下 有点异象 那时候 先皇还在世 天天起伏 我当时站在那儿 估计就在想 那湖有多深 能卖多少人吧 新皇后也天天欺负我 害怕咱们 抢了她儿子的位置 所以我就给老皇帝 吹枕边风 把她的儿子杀了 这样 她就不用再害怕了 就放肆这一回吧 我喜欢你叫我亲戚 心肠为你荡漾 心肠为你荡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